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最近重新看回我頻道的影片 然後我去年有分享過一支包包的影片 今天就是來跟大家講一講我這半年來最常用的幾個包 那這裡面呢有一些是比較luxury的品牌 也有一些比較小眾的品牌 希望大家看完這支影片呢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參考價值 but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By the way 今天的場地是我今天第一次來 它是在權灣的一家studio 叫做the house 這邊真的蠻漂亮的 首先我想先講一下 就是我其實過去這一年買包包的慾望真的可能本來是在這邊 然後現在已經在這裡了 我覺得我過去這就是2022年在買包這件事情上面 真的就是理智了很多 就不是好像我看到什麼我就哇好想買好想買要剁手的那種 首先第一個當然是我發現我其實生活中並不會真的去用到這些包 那是我慢慢的有了解到我自己穿衣服的風格 跟我會想要搭配出來的感覺 那有一些包包是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看很漂亮 可是我平常真的用不到 所以除了年初的斷舍禮之外 其實我在年中也陸陸續續賣掉了一些我發現我真的用不到的包 我覺得這個過程也是一種成長一種學習 另外一個買包的習慣轉變 是我慢慢開始比較關注二手袋 因為我發現有一些我自己真的很喜歡的品牌 可能你買了之後那個架就可能掉了非常多 甚至掉一半以上 然後我最近又開始慢慢get到那個vintage包的美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正題吧 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bv的casset bag 然後它的顏色呢應該是camping 這個包我是在專門店買的 然後那個時候入的價格是17,900港幣 那現在呢官網已經漲到19,500了 我今年不知道為什麼我完全入了bv的坑 雖然他們剛換設計師後的那一季 我有點看不懂 但是I mean他們之前那個整個編織的設計啦技術 還有一些經典款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它非常非常的好看 一開始我是想看那個蓬蓬的枕頭包 因為我看kitlin啊跟lis杯都很好看 但是我實際去店裡面試了之後 我發現在我身上看起來會有一點點的臃腫 然後同時我也沒有看到特別喜歡的顏色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啊就是都已經來了嘛 我就試一下這個扁的版本就不是還好 就一試就一背上去說 It's my bag 但是我還是有理智的在試完之後 先回家沉澱個一兩天 然後發現欸我還是真的很想要塌 然後我才去店裡把它帶回家 提一下這個顏色呢很多人說是黑色 但它不是黑色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深的墨綠色 算是一個比較中性跟百搭的顏色 那我自己很喜歡bv的這個皮 它的皮質很軟然後手感非常的好 那這個包呢它的這個肩帶其實是可以調節長度的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線收一收 然後穿到他們這個編織的格裡面 就可以變成一個比較像肩背包的 那因為我平常是比較偏休閒的在背它 所以我通常都是以側背包的方式去背 那這個包的容量我覺得比那個膨膨那個版本 還要稍微再多一點點 因為那個膨膨的那個膨啊 把那個空間就佔據了一些走 那因為這個它的皮質稍微還軟一點 所以還有一點點空間可以撐開 它裡面的格層很簡單 它就是有一個大的然後有一個小的夾層 首先第一個是它的容量是蠻OK的 然後加上它的包包皮本身稍微比較輕一點 所以即使你裝滿了東西 背上去也不會覺得肩膀太有負擔 然後第二個呢 是它的皮真的手感很好 就有彈性然後摸起來又軟就又舒服 我喜歡bv的皮 雖然它的皮質算軟 但是我還是不建議大家塞太多東西 因為這樣整個包包會有點變形 就不是很好看 那第三呢是這個顏色跟設計都相較比較中性 所以算是一個可鹹可甜的配件 那缺點呢一定一定要提的就是它這個皮 因為很軟嘛 非常的細緻 所以也非常容易有刮痕 我覺得如果你要買它 你就不要奢望它會就是完全的沒有刮痕 因為它一定會有一些痕跡 那如果你是很在意 或是之後想要轉手賣的話 這款就不要考慮了 你直接買二手的吧 第二個呢是我覺得bv的顏色 算是比較大膽一點的 可能要真的碰到你覺得你自己可以駕馭 然後也覺得好看的顏色再買 下一款包呢也是我年初在專門店試到 我自己就覺得我好喜歡的一個 結果也是bv的orco33 那這款包呢是我那個時候 就是對這個顏色 specifically 對這個乳白色情有獨鍾 但那個時候我記得好像要賣 兩萬六還兩萬七吧 我就覺得有點下不了手 後來我就陸續在二手的平台上面 再找這包 但其實這一款包二手市場 放出來的沒有那麼多 我是在Vestiaire Collective上面 就是follow了這款包 然後呢 終於終於被我遇到它 就是從顏色尺寸 外觀上面都很符合的它 這顆我後來再跟賣家溢價了之後 最後入手的金額是9689 基本上就是原價的快要三分之一這樣 這個應該是我第二顆自費 在Vestiaire Collective上面買到的包 那收到之後其實跟照片跟敘述都差不多 所以還蠻開心的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Vestiaire Collective這個平台嘛 它是一個來自法國的二手時裝平台 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大牌 然後售價呢可能是零售價的最低到三折左右 他們有很多的貨源都是來自歐洲或是日本 然後在寄出之後也會先送到他們的總部做那個真假的確認之後 才會送到買家的手上 那這個我覺得對於大家在買二手包上面來說 也算是一個比較安心的保證 那今天的這一段也是跟Vestiaire Collective合作 他們這次找我合作之前 其實我也已經自己在上面賣過包 然後這個也是我自己買的 所以就是我是一個真實的買家跟賣家 我自己下的習慣是 如果我有看到一個我覺得不錯的包 我就會先向VC上面去查 看一下二手市場的價格差不多在哪裡 然後我可能會follow這款包 那之後如果有類似的貨源再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會提醒你 就是我覺得買二手包首先第一個是碰運氣 然後第二個真的是緣分 大家就是有事沒事可以上去划一下 那如果看到喜歡的 你也可以跟賣家做意獎 現在大家如果用我的折扣碼VCXCINDIA 首次購物滿五千塊就可以再打九折 我會把所有的資訊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上去逛一逛 這個bonder裡面它一樣是一大格 然後有一些小小的夾層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種設計啦 因為我後來發現如果中間有格層的話 你放東西就比較受限制 然後反而那個容量會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多 它的優點呢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它的容量很夠 第二個呢是我覺得它是一個很知性又很優雅的包 你看像我今天穿一個類似比較休閒西裝的感覺 這樣子提著或是背上去其實也很好看 再來第三個是雖然它是白色 但是它的這個皮質啊比想像中還要耐操 然後也更好保養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缺點的話是它裡面是這個雞皮嘛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口紅啊或是筆啊 就真的一定要先放到袋子裡面再放進去 不然的話你什麼原子筆一旦畫到了 真的就很難很難去處理它了 第二個的話是它這個包呢 本身皮的那個重量是比較重的 我自己是覺得如果裝太多東西的話 背起來是會有一點點負擔的 第三個呢是因為它這個肩帶 它是你有沒有發現它從下面這樣延伸出去了 有的時候你裝太多東西的話 它那個重量會就是背起來會有一點不太平衡 那整體來說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喜歡這個包包的 所以再來第三顆是來自香港的小眾品牌就是Femmes 他們家的這一顆Linset 顏色是Canvas Brown 這顆是Femmes寄給我的公關品 那我那時候一拆開我其實沒有抱太大的期望 結果我一背上去我說Oh my God 是我的包 我之前也介紹過很多次Femmes的包包 他們家的包真的就是設計感跟它的性價比還蠻高的 然後尤其是這個包我覺得有一點點就是Wow到我這樣 它其實你這樣打開之後它裡面能夠塞的東西 Amazing 你可以發現它下面其實是有一定的寬度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裝太深的東西的話 其實它的容量是非常非常足夠的 這個的話現在在官網上面的售價是1900塊 所以Femmes算是我覺得蠻好入門的一個輕奢品牌 對 推薦給大家跟你們講個小故事 結果我那時候背了這款包去一個拍攝 然後Maddy看到就說 她就也是看到這款包 然後很喜歡 她差一點就自己要在Case of Yard就買下去了 然後我就看了她 我就說Maddy正用眼光 我也很愛這款包 加上它的優點吧 首先第一個是它的容量是有驚喜的 第二個呢是它整體的設計是簡單知性跟優雅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這個肩帶部分做得夠長 所以即使你今天穿稍微厚一點的衣服 也不用擔心就是卡在夜下這邊 我自己是蠻喜歡穿素色的襯衫或者是毛衣的時候 或是你平常穿個T恤牛仔褲 背它我覺得都很好看 就是簡單大方又知性的一個包包 第三呢是以這個價錢來說 我覺得它這個皮啊其實摸起來的質感還是蠻好的 那我自己是蠻喜歡它這個撞色的縫線 圈點的話首先是它因為是帆布嘛 所以大家在照顧它的時候還是要小心一點 就盡量不要讓它沾到有顏色的東西 第二呢是沒有用的時候 裡面一定要擺一些那種泡泡紙啊 去讓它維持那個形狀 因為我後來發現就是帆布的話 它一旦變形就會還蠻明顯的 第三跟第四呢我就很快的帶過了 因為我其實去年那支影片就都已經提過它們了 這個是Chanel的mini flap with top handle 然後皮的話是Caviar 這個呢就是 然後這個是被我用到不行的 Product Re-Addition 3合1 那這個是我人生中第一個Chanel的包包 然後也是我覺得我死都不會賣出去的包包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真的又經典又可愛 然後呢加上它是荔枝皮 所以也很耐操嘛 你可以dress up也可以dress down 這顆算是mini包嘛 所以它的容量不算太大 我就會選一些可能不會需要帶太多東西的場合來背它 可能我今天是去看表演啊 或者是我就是很chill的跟朋友出去一下 所以 在這個Product 3合1呢也是 真的太好用了 我必須說實用性 除了容量也是會讓大家就是 怎麼會這麼能裝之外 它跟VV這兩個包是我今天如果穿得比較休閒 我想都不用想 就拿著它就可以出門的那種 你看我今天穿的算是有點西裝外套對不對 我這樣背起來 我還是覺得OK喔 然後你把這個肩帶拆開之後 它又變成了一個你可以去 一個比較可能晚宴啊或是dressier的場合 整體來說我覺得買這個包真的不虧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versatile的話 就一定要選黑色 這兩個包呢因為我去年已經蠻詳細的有拍片介紹過了 我就今天不會再多花篇幅來講它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回去看那支影片 但是呢這兩個包真的是到一年多之後 都還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常用的兩個包 再來呢這個就是大概是我人生中買過最貴的包 但是也是完全不後悔的一個包 是什麼呢 各位 沒錯它就是Chanel的Classic Flap 然後它的size應該是medium是25公分的 大家都知道這幾年Chanel的包就是長到無法無天的一個境界 就我覺得長到有一點我覺得以原價買是真的沒有很值得 雖然它很美它很有收藏價值 但是那個原價就是已經長到我覺得就是 我不會為了單單收藏這件事情而去買它 我知道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在找荔枝皮嘛 但是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愛Chanel他們家的lamb skin 因為我覺得這個光澤等它再用久一點之後 等它變得稍微 它會變成一種非常非常有年代感 跟非常非常有質感的 跟優雅的一個狀態 然後那個是我覺得Chanel的中古包最吸引我的地方 那這個包我是二手購入的 因為那個原價我實在是買不下手 現在應該已經長到要7萬了吧 很恐怖 這一顆我那時候買的都是48800 我知道大家 它還是一個很貴的包包 但是我覺得Chanel的Classic Flap 對我來說是有一種 一樣是有點收藏價值 然後第二個也是我自己很欣賞 然後覺得很有故事的一個包包 後來呢是在二手店裡面 有看到這麼一顆被放出來了 然後我就啞一咬就把它買下來了 但是我買完之後我是 就真的一點都不後悔了 首先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不是因為衝動所以才買它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我真的覺得它很漂亮 後來在一些比較正式的場合也都有用到它 然後我也可以遇見說我未來可能有更多的場合 我也有機會可以就是好好的展現它 我自己入的這個是25公分的 因為我164公分 所以我有去試過 我覺得20公分的那一顆 在我身上有一點點太小 就是整個比例不太對 那這顆25的我就覺得很剛好 是不是很美 每個人都必須跟我說美知道嗎 美不美 很美 這個包應該不用講太多了吧 它打開之後一樣是一個Double Flap 裡面就是有簡單的夾層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 傳說中的來裝情書的 一個沒有用的口袋 這個包的優點是什麼呢 又知性又成熟 再來呢是它很Classic 很保值 就是我覺得它應該是現在市場上面 最保值的可能前三名的包包有吧 缺點的話呢第一個就是貴 第二個呢很貴 第三真的很貴 後來想起來好像是買了這款包之後 我就對於買包包這件事情的那個欲望 就真的大幅的下降了 可能有一種就是哇我的目標已經達成了這種感覺 雖然說講到包包 大家可能想到最Top的那個還是愛馬仕 但是我自己現在對於愛馬仕是沒有特別的 就沒有特別被吸引到吧 可能過幾年我會開始對愛馬仕有興趣 但現在來說我覺得我已經非常的content了 然後最後題外話跟大家講 因為我真的覺得太恐怖了 這是我最近入的一個 National Geographic的小包 你知道這個包有多恐怖嗎 它跟今天的包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但你知道它裡面可以塞進什麼 它裡面塞進了一條我的瑜伽褲 對就是我一條瑜伽褲 卡包 口紅 鑰匙 Hand Sanitizer 跟面紙 好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以上就是這半年來我真的最常用的幾個包 還是要提醒大家買包這件事情 真的真的要理性一點 我自己也有過非常不理性的時期 除非你是一個collector 就是你真的買包回來擺在那邊也很開心 我覺得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其實買包真的是 你一定要具備一定的實用性或是搭配性 很重要也是要符合每個人的日常風格 最後呢如果大家有看上一些 就是不是特別經典或保值的包的話 就真的大家可以試試看二手市場 就是時不時會有驚喜的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那麼agen 咖啡 我們來不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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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不吃東西